《山河令》 自上月底五億帆避刑區後 又有一位當紅頂流明星張哲瀚 在一夜間被封殺並失去所有代言 而中共官媒稱他傷害了民族感情 張哲瀚2009年就已經出道 但直到出現今年2月開始播放的電視劇 《山河令》才爆紅 在被封殺前 張哲瀚手中至少有26個商業代言 而且片藥不斷 但近日他幾年前在日本奶木神社參加朋友婚禮 以及在政國神社前拍的舊照片曝光出來 引發網民的不滿 8月13日張哲瀚發聲明道歉 說自己欠缺歷史知識 導致入話內容傷害了國人感情 同時他亦表示自己很愛國 我不親日 我是中國人 不過道歉並未改變局面 張哲瀚所有代言商 很快都宣布和他解約 到了8月15日 中共黨媒轉發了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的一份申明 申請張信漢的不當行為 傷害了民族感情 對青少年帶來不良影響 因而要求會員單位對張哲瀚進行從業抵制 新浪微博和抖音兩大平台宣布 關閉張哲瀚的個人帳號 一天之內張哲瀚的演藝事業基本被歸零 張哲瀚從2009年入行直到2019年 他參加了中藝節目《演員請就位》 演技和實力獲得認可 才有後來接拍《山河令》的機會 張哲瀚參加第一季《演員請就位》時 趙薇在節目中擔任導師 他對張哲瀚的演技大大讚賞 最後張哲瀚也加入了趙薇的導演組 今年3月 趙薇做客淘寶美亞直播監視承認 在2019年就簽下了張哲瀚 當時是看中了張的憂鬱氣質 今年5月 中國四大門戶網站之一的騰訊 轉發了自媒體《娛樂圈最激手》的一篇文章 該文認為 張哲瀚能成為代言新貴和新進流量 除了他自己的努力外 亦離不開趙薇以及他背後資本的力捧 該文說 趙薇背靠阿里影業 手押娛樂圈一線資源 文中提到 趙薇在唐德影視 合保娛樂傳媒 和阿里影業都有股份 2014年12月 趙薇和丈夫黃有龍 以31億元港幣入股阿里影業股份 成為當時阿里影業的第二大股東 而阿里巴巴集團在2015年10月宣布 收購優酷土豆集團 而樂圈追擊手表示 正是因為趙薇 張哲瀚 才能拿到優酷平台的資源 而且近年來 優酷女女壓中山寒令等電視劇高收視 也和阿里集團手押 客戶資源 和大數據庫分不開 在張哲瀚出事之後 趙薇和經紀公司一直保持沉默 8月15日 趙薇工作室轉發了中共央視微博一則 銘記歷史日本投降76週年的貼紙 在下面留言中 大多數都是轉發支持的 但也有網民再度提及日本軍旗莊事件 至吾逆飯被觸後 多家中共官媒就在批飯團 即粉絲團 亂象的同時 兼指操控這些亂象的行業資本 僅8月2日一日 光明日報和北京青年報都發文稱 要找源頭 在 Ruth 中文字幕提供 從中文字幕提供 作詞 製作人